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总统拜登和欧盟职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2日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宣布 有80多国加入美国和欧盟 在9月发起的全球甲烷承诺 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甲烷排放量 减至比2020年少30%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第二大温室气体 甲烷吸热能力高于二氧化碳 在大气中分解的速度也较快 这意味着减少甲烷排放 能对抑制全球暖化产生快速的影响 全球甲烷承诺于今年9月首次宣布 根据拜登政府官员 全球甲烷排放量前30大国家当中 半数已经加入 今天公布的新签署国包括巴西 巴西为全球五大甲烷排放国之一 同为全球五大甲烷排放国的 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尚未签署这项协定 前百宫国安顾问欧布莱恩表示 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结束后 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 中国可能会对台动武 欧布莱恩目前担任华福智库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美台关系工作小组主席 他在前总统川普任内担任白宫国安顾问 欧布莱恩日前接受专访时指出 中国在2022年2月北京冬奥结束前不会对台湾动武 但中国担心川普可能于2024年总统大选重登大位 前国务卿蓬佩奥等对中强硬派将占上风 因此习近平有可能认定在北京冬奥会落幕到美国下一次大选期间 将是对台湾动武的机会 欧布莱恩表示 为了防止中国对台动武 日本 美国 印度 英国与欧洲应该携手合作 要传达出明确的讯息 让中国认知到对台动武不仅影响军事层面 在经济层面也会对中国民众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 NBA已故球星Kobe 600万美元的投资 将换来4亿美元的回报 他留下的上月版图依旧在发挥作用 据报导Kobe于2014年投资的运动饮料品牌Body Armor 最近以80亿美元市值出售给了可口可乐 报导说Kobe在2014年投资这一款饮料600万美元 并持有10%的股份 在Kobe去世后 他的妻子Vanessa继承了Body Armor的全部股份 并成为公司的第四大股东 Kobe的家人将获得4亿美元 同时目前效力网队的球星哈登 也是当时Kobe投资的合伙人之一 哈登昨天在社交媒体晒出一张和Kobe的合照 并写道我们做到了兄弟 我们打造了最成功的运动饮料品牌 多希望你也和我们一起庆祝胜利 阿富汗首都科布尔一家军医院 今天遭到攻击至少有20人丧生50人受伤 这是自塔利班掌权以来最新一场攻击 目前还没有团体坦诚作案 但阿富汗官方通讯社引述目击者的报导 一些伊斯兰国战士进入这家医院 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表示 发动攻击的包括一名自杀炸弹客和几名枪手 目前事件已经结束 发动攻击的武装分子都遭击毙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